好另外呢在花蓮渔港仍然要小心谨慎 渔民一大早就来到渔港绑好每一艘的渔船 虽然四年来没有台风直逼花蓮 那么花蓮区渔会总干事也指出 台风路径往南修正对港区内的渔船威胁是减少了许多 不过还是希望渔民能够小心应对 虽然目前台风渡输位的路线往南修正 花蓮港区内的涌浪也让渔民谨慎小心 绑好了每一艘渔船也希望台风过境 所造成的港内涌浪不会冲坏了渔船的绳索 看气象包括它是往南修 往南修就要放一边了 所以它在外面如果有这个浪的话 它就会有这样的涌浪 这种现象就这样 没事这样也要去 表示外面有浪 涌浪 涌浪啊 台风的浪 本来是往北比较紧张 要往南轻松多了 花蓮港区渔会总干事也指出 虽然目前风浪会造成渔船的灾害 台风入境往南修正 还是必须要谨慎小心 因为它一直往南一直往南修一直修嘛 那再来的话就是这次的台风的话 那基本上的话对港里面的渔浪的话 那没有数很大 那基本上渔浪也不会很大 那会有比较局部性的大雨 像昨天晚上的话就开始 然后有大雨 然后一直在下 那基本上那风浪的话就是还好 对没有像雨往下 那渔民是不是都有做一些防护的一个措施 从昨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都已经大家赏金船 包括渔船都已经各自都已经 然后都已经把那个船都已经都防好了 根据中央气象局指出24小时的雨量的预测来看 花蓮与台东的雨量已经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 而今晚到明天预计将是杜苏瑞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 记者林杰花蓮市财宝报导